李沁工作室拿税信息曝光,评定等级公开,或成各大平台争抢对象。 如今,随着邓轮事件的持续发酵,导致偷睡愣睡问题再次成为娱乐圈关注的焦点,毕竟都2022年了,有了这么多先例的情况下,竟然还有一人敢在中间搞小动作,所以,不排除娱乐圈将再次进行整顿。 因此,广大持瓜群众对于艺人的纳税问题也引发很大的讨论,而在今天,关于演员李沁工作室的纳税信息曝光,并且 关于公司的评定等级也随之公开,达到了A,对于A级纳税人就是社会诚信的综合评价良好,近两年没有任何偷睡偷睡的行为。 但随后,却有不少网友认为李沁方面直接晒出公司的纳税信息有些太刻意了,毕竟纳税本来就是最基本的义务,而且,诚信良好也很正常,是个公民都会有这样的评定等级。 其实李沁方面并不是刻意晒这份纳税信息的,主要是因为之前有消息透露他跟邓伦有谈过,所以,或许南方会给李沁出一些歪点子,尽管消息没有得到证实,但如今,公司信息的公开也自证清白了。 早期,二人合作出演了多部作品,甚至还一起参与录制了《爸爸去哪儿》,不少网友都非常看好这对CP,尽管只是粉丝之间的讨论,但现在,邓伦出世了,也难免会牵扯到李沁。 其实对于大部分艺人来说,基本上很少会公开自己公司的纳税信息,毕竟都想低调一些,虽然说李沁公司的纳税信息公开引发一定的争议,但反而让自己也有了一定的优势。 因为对于各大投资方和节目组来说,现在邀请艺人都非常的谨慎和小心,主要都想找一些安全的艺人,但基本上只能凭运气和感觉来确定,如果后期出世,损失惨重不说,品牌以及节目的后续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 所以,在此之前,芒果台的感觉就差了一些,邀请邓伦参与录制《大侦探》,谁知道本人会直接翻车,甚至导致节目后续的播出流程全部打乱,本来更新的最新一期还有邓伦,现在临时更改不说。 由于《大侦探》就是角色扮演的推理真人秀,他所饰演的角色也比较重要,如果最终将角色删除,对于节目主题的完整性肯定也会大打折扣,就看后期组如何处理了。 因此,随着李信这边晒出了纳税信息,反而会成为各大平台争抢的对象,毕竟没有任何的风险存在,可以放心地进行邀约,后续也不会有任何的担忧。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